高雄县政府为了庆祝农民节,特别在今天在西山镇体育场举行六亿牛和猪种比赛。 农夫会、省农林厅、山地农牧局等单位都曾经派员指导,并扮演庭审的工作。 比赛以乡镇为单位,参加比赛的牛汁分成肉牛、黄牛和母牛三组。 按牛汁的体高、体长、胸围、管围、体重跟营养状况等作为评分的标准。 猪种分为羊种母猪、宰猪和肉猪三种评分,每组各录取优胜的前三名。 高雄县政府希望对这项的比赛能够倡导民间飼养肉牛的兴趣,并且达到宰粮猪肢品质的目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